亲爱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呢刚看这个直播视频 在香港发生的是 林郑月娥在湾仔的伊丽莎白体育馆 首场的这一个社区对话 前后应该是两个多小时 两个多小时的时间 会场内呢是有一百多人 然后会场外 这个体育馆的外边又围了很多人 现在这个时间已经是对话完成了 那我个人呢也是做了这些大笔记 因为是想跟大家分享 它是全场的广东话嘛 所以我也是听了报告一样 给大家做一个笔录记录 然后跟大家汇报一下 用普通话 大家可以在最快的时间 在春阳牡丹的视频里 知道这位香港的林郑月娥特首 还有他手下的几位部长 他们叫司长 面对着一百多人的 他们还是要报名 报名之后还要抽签 然后每个人只限三分钟的时间 所以呢这是一个大线条的情形 现在他们已经在我看就真的十几位保安的这个随从下的林郑月娥离开了 而且是在这些在座的一些人的高喊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这些口号声香港人加油 在这些口号声中他们林郑特首离开了 那我呢 利用我的十五分钟时间给大家说说今天他第一次这样近距离的跟香港市民们见面 这些人当中的一百多位当中的有两三位呢 就是有各有各的政见了就是说政治见解就是说他不愿意让香港这样乱下去 原来好好的香港为什么会成为现在这样 所以呢希望林郑月娥呢真真正正的听香港人的心声 然后呢 把我们香港改变 他是这样说的啊 这是这 但是其他的 他是这样抽签的 他前面是大家看到可能有看到是ABC的三个盒子里 透明的一个箱子里 把你的名字写进去有号码 那你要是放在A你从A箱里抽出来他就会念你的号码 然后他会一次是A箱两位 然后那个箱子B又掏出两位纸条 然后箱子C再抽出两位 所以这样呢就是说你记住你是ABC还是C 然后在家顺着这个事情很容易很快拿到麦克风就讲 所以做了几轮几轮 然后就是六位讲问题之后呢就林郑月娥回答 还有其他也有官员回答 但是可见呢林郑月娥是对一些严厉的问题呢 比较更加说到警察的问题呢 还没有直接面面回答的 他也只是这样抽答的 我是看到是这样哦 那今天呢就是说 合理非的人员呢是很多 就是他们一站出来就是说我是合理非的 大家知道合理非就是和平理智非暴力的 这是一种政治理论政治见解和一种态度 然后他们在示威的时候也是这样一种态度 那有些人是戴着口罩的 有的是没有戴口罩的 是看上去我很感动 我个人呢真的都看着都想哭 这种感动呢是一种怎么讲呢 就是说你前三个月 警察黑社会一大轮的过来 然后现在林郑月娥说我要跟你们谈话 我可以听一听你们说什么 这种心情是很难的 是很复杂的 我看那合理非的那些就是非常严厉的提一些问题的人的眼里都是含着泪的 那林郑月娥一样 她也是有含着有含着眼泪的 她听起来很认真 那惨兮兮的样子大家会看到 也不容易 但是她又是个特首 她要坚守她的最早的三个月以前的她的说法 一直到今天这个时间 今天是2019年9月的26号了 所以6月9号到已经快四个月了 那我分了这个ABCDEFG 那我就是ABCDEFG 那就是七 我记得七大条吧 因为她每个人在提问的重点还是有些偏重的 主要就是说林郑月娥她今天她就讲 就是说我主要还是来探讨独立调查委员会 就是说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呢 还是根据因为警方的暴力 跟警方的催泪弹 还有打伤 可能甚至打死一些年轻人的这些事情 这些案例 大家知道这太子战的这些事 那她林郑月娥就是讲说 请青年示威者游行的人们呢 就是能不能放慢 能不能静下来 大家都这样乱都没有什么好处 所以我们如果有决心的话呢 我们就应该是有一个责任感 然后呢来对应社会的诉求 她一直是在这样说 然后其中一位站起来就说 我们作为现在已经是中年人 有孩子有太太有家庭的 那我们给我们未来香港的一代人 是个什么样的香港呢 是吧 您只跟政界 只跟商界 跟这个警察开会 跟我们 却是只限三分钟 而且呢 是你从来没有真正的走向街头 去跟那些示威游行人去对话 那些青年人去对话 你应该听听他们到说什么 他是这样的 然后呢 这是 这是一个 然后下一个呢 就是 就提出来 已经是三个月了 他说我们说实在的 心里是有很大的愤恨 很大的痛 而且是 对今天才聆听对话 我们感到确实是够晚的 但是我们还很珍惜 这样一个机会 那我想问您能从食指上 能做到什么 然后这个监警会 警察是警察 然后呢 还有一个 成立了一个监警会 那大家知道 这都是一个做幌子的 他们到现在三个月了 从7月21号 7月21号 大家都承认 是非常元朗 在议员 何君饶的这种穿脱下 黑社会出来打人 就是非常的 整个香港人道破坏的一个一天 这是很多事件 那一天发生之后证明 而且说像这样的议员 还竟然还在议会里 道貌岸然的 像什么事没有发生 就有人提出来 然后呢 像监警会说 已经收到9000个投诉 200多个可以要 必须调查的 还有更上万封的这些 电话 上万个电话 就是继续地打过来 监警会有没有作用呢 他们就直接质问 林郑月娥 那说明没有作用 很明显 那警察就是有法不一 知法犯法 他们这样说 所以政府不做事 再加上警察腐败 所以他们说 我作为香港本土人呢 我怎么期待我的香港啊 我怎么给我的未来的孩子 我现在的孩子 一个真正的一个 有法可以一的未来的香港呢 所以他们就就是说 我们还有一个还开玩笑的说 我今天可是买了去德国的票了 我不会自杀的啊 因为确实是有很多被自杀的 然后另外一个女子 就是第三个 她提到就是房屋 因为我把重点说出来 就是说希望政府呢 能盖多一些的公屋 因为很多香港人 他住的还非常差的 这个居住环境 还有说到教育 他们有有意义的 就是说 不要让小朋友 五岁的十岁的啊 就是十三岁以内的 这样的孩子 这么早的参与 现在的香港的这些活动 对孩子也不够公平 他是这样说 然后呢 有些人呢就是讲到 我们认真的看了三个月 就是说虽然我不是懂政治的啊 他们这样讲 但是在我眼前发生的 香港已经是面目全非 所以我们怎么能 政府你到底做什么 能让香港人 重新再相信政府 让香港人再重新相信警察 因为很多人出门 已经不敢相信警察了 他是这样说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大问题 就是说9月19号 政府公布的这个对话平台 这个建议是非常好 就是说我们本身呢 是如果林郑月娥特首 你要真想去知道 香港的青年人说什么呢 你不是老是说什么 老是说暴徒暴徒的啊 你要真想听到他们说什么呢 你应该去听一个 有热线电话 还有一本书 叫什么香港城邦论 其中一个年轻人 这样给介绍的 那他们更担心的是2047年 那就是50年之后 50年不变之后的香港会怎么样 他说我到时候是50多岁 您林郑月娥就90多岁了 到时候您可能也无所谓 在乎在不在乎香港了 他就这样是说了一下 然后呢 你会不会总是要 被这个中共方面的 这个所控制 所以这些年轻人 最后提到这个问题 下一个呢就是 林郑月娥又说了 我们应该是双方的 因为我们今天出来这个 大家来和平对话呢 就是听取双方的意见 我们要听这些 游行士为人的意见 然后呢 要给特殊特首们 给政府的这些官员们呢 有一个认真思考的机会 我们还不能完全全盘的 接受大家的所有的这些意见 我这样讲我觉得也可以 我觉得也可以接受 24位后来又出来6位 又拿你从箱子里 又掏出这些小条条 然后呢 每位都出来说 那一共加起来 应该是30位发言 30位 然后 最年轻的是一个 是97年出生的 他就说我们 年轻人 他的眼睛含着泪 他说我们被打得断手断脚 我们被捕 受伤 这些香港这些年轻人 你到底用什么方法 然后你 你同一个时间说 我们去听你对话 然后 另一方面你们却是 在警方又加重暴力 暴力升级 那我们到底怎么能接受 这个政府的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政府呢 那可见你们是说一套 做一套了 然后紧接着来 还一位女士 非常严厉 一个女士 也没有蒙面 他就说 我们不想搞港独 我们真爱香港 希望给 您给中央讲一下 我们这些港人是 真的 只是想要民主跟人权 希望 做出行动 希望政府做出行动 如果你收集民意的话 二百万人上街 罢市罢工 罢学罢课 他说三个月 你还没看到吗 你还没收集够吗 这都是非常严厉的了 他说香港得了癌症 就是因为有了你这位特首 这样 所以他说 除非你 除了你下台 他说应该其他人 也都应该下台吧 应该下的都要下了吧 他这样说了 这样最后就是 他说你要是真正帮香港人 你要是真正的去 想听年轻人 不是听我们 而是他说我们都三十多岁了 你应该是去听 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但是这后林郑玉文 还是说 香港的治安呢 香港的警队是保护香港治安的支柱啊 每个机制都要权衡啊 每位政府的官员呢 都可能犯错 也可能做出错误的决定 但是呢 他们也会要受到惩罚 我不可能做到 就是说告诉大家 某年某月 我们把香港可以平定下来 什么 这个我办不到的 所以说香港的前途 几十年后是怎样 只有我们一起努力 我觉得林郑玉文的这样说话 我也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他回答问题的时候 自然可是要挑一些 比较重要的 但是他是 还是 没有说是 好 我答应大家 我们什么什么事情 什么时候解决 还有一位 就是一个普通的市民吧 他就说 哎呀 我没想到还被抽中了 所有的朋友告诉我 如果我被抽中 像这么大的特首 来当面来交谈交流的话呢 一定让我代表一个意思 就是说 你们政府有没有一个 短时间内的一个计划 和方法 能让香港人平息 然后呢 黑社会打人 警察这些暴力的事件 你们有没有 一二三的一个更清楚 更合理的步骤 和可以实施的 让我们这些人看到 你的诚意 最后 林郑玉文说 我们就说 从政治上 从政策上 我们找出出路 让我们一起努力 然后呢 透过努力呢 我们再赢回 香港市民对我们的信任 和对警察的信任 然后呢 今天晚上是最好的一步 我们是刚刚开始 然后呢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好 我跟大家汇报完了 这是林郑月娥特首 跟香港市民 第一次近距离的 和平民们的谈话 好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再见